第16体,将20公克的氢氧化钠放入烧杯中,并加水质重体积500毫升,则其末尔浓度为多少? 我们晓得末尔浓度就是末尔除以体积,体积要以公升做单位。 而我们要算末尔的方法,我们通常都会用到我们的质量以公克为单位,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。 而分子量就是把原子量相加。 我们的氢氧化钠是NaOH,我们的钠的原子量23,氧的原子量16,氢的原子量11,所以氢氧化钠分子量是40。 那么现在我们有20公克氢氧化钠除以我们的分子量40,算出来我们有0.5末,所以带回来我们有0.5末,我们的体积是500毫升,也就是0.5公升,所以算出来我们的大M是1。 所以第16题问我们说,则其末尔浓度为多少?我们答案选的是B,一大M。